好的,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从琉璃那个时候关注我的朋友呢,可能还记得我发过这么一条动态 那么今天,令我心神荡漾的张雨昕小姐姐有部新片上映了 哎,你以为我要开始无脑夸了吗?那必不可能,为啥呢?因为剧情实在是太一言难尽了 简单概括一下,这是一部歌颂伟大爱情的片子 那么稍微复杂的概括一下,这是一部讲述关于 一个被自己的心上人背叛并因为封建迷信送去给海神祭祀的姑娘和 那个想要占有他,但是莫名其妙忍住了,并且前后画画成鱼形、人形和光榜的人形的 昆祖王子括号海神括号丸之间的爱情的故事 按句型来说,这个王子哥岛上待了600多年 差不多100年寻摸一个人类的姑娘当老婆,为啥呢? 因为昆祖这个神奇种族,家里头繁衍一直有bug 慈昆不能怀孕,各位,慈昆不能怀孕 所以必须找个慈人,不然找个人类女子怀一个 那讲道理,慈昆不能怀孕 那你们这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没有把性别区分淘汰掉也是挺神奇啊 如果物种繁衍一直要靠另一个物种 那你们自个儿分性别还有啥用呢? 那根据剧情展现的慈昆的作用 除了展现昆族的美容美发技巧以外 就是负责自己绿自己 女主上岛时碰见的这个女仆领班 其实是海神的正宫老婆 不断给自己老公找人类女子结婚 然后当佣人 惊了,姐姐你这是图个啥呀你说 接下来就是海神,这个戴着绿面具的昆族的王子 感觉她这么多年基本只干了一件事 在这个岛上等人类女子上岛 然后给她们冰封起来 为啥呢?为了保护她们 因为虽然人类女子能怀孕 但是按照设定生完这个杂交品种就得死 理由是 所以出于好心 我们王子虽然定期收人 但是从来没有用户体验 基本都是原样风存 不是,咱看看后头通过嘻嘻嘻 生出来这个玩意儿 人类进化那么多年 这么大个大脑瓜子都能生 咋生你们家一条鱼就得裂开了呢 或许这是跨物种融合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我看来 这就是无法天女 你嫉妒姑娘们 尤其是我们女主的美貌 另外,关于这种杂交的形式 会不会导致昆族基因池被污染的问题 有那个生物学好的朋友 说来帮忙解答一下 咱接着说王子 前那几个姑娘王子都没动心 说出完了 你个大绿脸子就是没看上人家 到这动心了 就是觉得我们小姐姐好看 于是这次她除了间接透露真相 逼姑娘自己选择离开这些传统操作以外 她还上嘴了 上嘴的事 咱等会再说 我就很好奇 你一直指望着打算逼姑娘们自己回去 那姑娘们在你这个破岛上 他们咋回呢 那个滴滴打船吗 还是说自己夸夸的滑回去 要不然最后都冰封了呢 那姑娘们可能想走的 回不去的关键是 说回王子 她变成了一条小鱼 被女主养在了缸里 完事在危难时刻 括号也就是洗澡的时候 你们都看到了 括号完 救了女主一下 这个救援方式咱不多说 一般都这样 咱就说姑娘你这个起名方式 咋的 就不能叫大海鱼吗 是觉得大海鱼容易让人和大铁锅 或者贴拨拨拨拨联系起来吗 那叫鱼大海是不是 算了 这鱼大海更不像个神仙的名字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过要说咱大海确实是条好鱼 不是好坤 女主不要那啥 她就不那啥了 又是帮女主挡箭 又是给女主自由 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爱咋办呢 就跟宙斯斯的变个样去英雄救美 完事在天地的注视下 俩人完成生命的大和谐 要么说人家是王子 耍流氓都耍得这么别具一个 绿自己都绿得那么充满情操 至于女主这里的感情变动 实在太过于难以捉摸 大家自己看片子去吧 最后我特别想提一下 这个女主的心上人 虽然我们知道因为剧情需要 得让她懦弱一下 让她在权力和情感之间 做出一个错误选择 扎一下女主 要不然女主就没有机会上岛 就没有机会遇到更适合她的大海 就要面对两个深爱自己的男人 陷入狗血三角链 把自己从道德高地 夸插一下拉下来 毕竟她送走女主 有良心发现 想要去找她 碰上女主后 女主打了个招 或就转身离开了 因为当时下雨了 根据之前女主和于大海的对话 于是她就犯回去了 而且也不知道为啥 姑娘自己划船 比一堆人划的快那么多 一句话的功夫人就找不见了 当我们明确了 小伙子工具人的身份后 当我们见证了 她看到女主和大海 抱一块啃的时候 我们不由得发自内心的 想要劝她坚强 想要送给她一片青青草原 并且在她因为剧情 需要挡刀下线的时候 助她一路走好 好了 总的来说 这个剧呢 前期有很多的槽点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这些槽点竟然还真的得有得讲 讲得好与不好就两说了 不过还是不妨碍我靠着颜值 撑完了整部电影 另外甩一张导演之前作品的豆瓣截图 大家谨慎观看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看到这的各位 以及你们的三连支持 还有关注 非常野余无脑看片 我是你们陈你美色的up主 Nobody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